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这就告诉你指数大涨不代表你能够赚钱 指数创新高甚至可以讲绝大部分投资人买错了主流 还是陷入套牢产赔的一个困境 所以赚钱的方法一定要从筹码面去锁定未来最具有爆发成长的主流产业 股价才会大涨 所以张老师送给大家两句话 大家都要贪大级没有问题 但是你要懂得锁定主流 重压主流 资金要集中重压主流 你才有赚大钱 甚至倍数翻的机会 你如果乱射飞标 绝大部分投资朋友来看我 这几十年来 99%的散户投资朋友 都是一个结果 股票最少最少都是10档 20档30档 甚至我还看过一对夫妻 有200多档股票 这就是所有的财经节目 报章杂志的一些重要的讯息 都很认真的去吸收 看到这个专家说那个股票好 明天买 气况买 买多也不敢 买一张 又听到什么节目说什么好 买两张 一张 两张 三张 就跟集邮一样 买完最后 五档十档 二十档三十档 搞到最后 套牢又舍不得卖 赔钱了又舍不得卖 所以搞到最后 越套越多 越套越深 这就是散户的 操作的一个 错误的一个结果 所以乱买股票 买错主流 你股票 我跟你讲 你只要超过五档十档 你就在乱射飞镖 乱枪打鸟 所以一旦 不要说大盘创新高了 我跟你讲 你都赚不到钱 甚至如果指数一旦回档 你告诉我你要怎么赚钱 所以散户的下场就是买错主流 满手套牢 最后统统赔钱 好 很简单 恭喜所有 全国导致温忧 我们从去年底 一万五千多点 带领全国同学 重压AI主流 大盘涨了三千点创新高 但是很遗憾的 如果你在去年 你买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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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流 大盘从去年的一万七 跌到一万五千九 再来到一万九创新高 买错主流 很不客气的 就是套牢 赔钱 很简单 看一下 去年很多专家推荐的台达店 台股这一次攻到一万九 去年买台达店的 你告诉我 照样产套嘛 一张赔十万 十张就一百万没了 去年追茂连的 一样啊 一张赔十万 十张一百万 甚至去年很多财经专家 推荐的长龙行 说基本面有多好 多好 上礼拜一个投资人来 去年资金有一千多万 全部重压在长龙行 现在一千万剩七百多万了 对不对 所以大盘创新高 创历史新高 大涨三千点 去年长龙行 一千万剩七百万 这就告诉大家 你不要以为 对不对 买一些基本面好的 我刚刚讲这些股票 基本面都是不错的 台达店 茂连 都是赚钱的公司 长龙行 但是买错主流下场 就是套牢 可以钱 好 不啰嗦 所以要回归正传 一定要懂得锁定未来 最具爆发的主流产业 你才有资格享受大波段获利 才有资格赚大权 就这么简单 那我们去年带领全文同学 重压AI晶片的系统 以及细光商机的讯星 大家亲眼看一下 系统从二十多涨到六十多 我们那时候很简单 你有两百多万 你就给我买一百张 四百多万买两百张 结果两百多万 可以变成六百万 四百多万可以变成一千多万 就这么简单 那讯星也是一样 跟你讲AI细光商机 从九十多块 九十多块 可以飙到两百多块 一样一百万变两百多万 两百万变四百多万 这都是创造倍数的行情 重压主流 锁定主流 好 那这一次封关前 封关前 我们特别特别呼吁 全国导致朋友 去年错过系统讯星 倍数行情的金融年 金融年封关前 必买重压的主流 来 给你报告 AI高速传输的商机 那在讯星 大涨一倍以上的 那细光产业的供应链 那在讯星啊 这些都是中游的 这些光收发模组 大涨倍数行情之后 那当然 它的上游累进场 会开始开始开始发动 所以封关前 请全国同学 错过讯星大涨一倍的 讯星上游累进大厂的联雅 封关前在90多块 给你报告 大抵完成筹码 准备向上喷出码 同时又是矽光商机 800机矽光产品 出货给美国的CSP大客户 2月1号 跟你讲上攻百元 突破三位数了 120 130 何时要看到140呢 19号 全国倒的没有 新春开盘之后 140来了没有 何时要看到150呢 156 何时要看到160呢 今天再攻160 创新高 所以封关前 整整波段 已经大涨得快要七成 这100万就将近70万 200万就100多万 300万就将近200万 是不是 所以这就是锁定主流 能够创造大波段获利的行情 那再来给你报告 NVIDIA 2024以来 股价狂飙了一倍 从去年的400多 涨到快800了 那NVIDIA大涨一倍之后 那当然NVIDIA的主流商机 谁啊 谁啊 伪创 因为伪创是真正NVIDIA的 基板最大的供应商 占比高达85个percent 又是今年 不论AMD跟Intel AI晶片模组的 独家供应商 所以我们说在NVIDIA 大涨一倍之后 那当然伪创 股价去年 跌到90多块 大底结构完成 一样把握向上喷出的一个动作 蓄势代喷 大底完成 它打入了AI 三巨头的供应链 所以法人预估 2024的获利 渴望暴增一倍 全国同学看一下 1月16号 总统大选之后 股价还在九字头 对不对 17号跟你讲 冲上100了 不要小看 蓄势带喷 对不对 接下来107 117 124 新春开盘 135 是不是 又大涨了四成以上 这100万又40万了 200万又80万了 300万又送你100多万 那大涨四成之后 当然冯高做一个获利把党 拉回110多块 拉回逢低再买 回测全波的跳空缺口 110多块 拉回注意逢低再买 那今天伪创高点 119.5 119.5了 很快又要120了 伪创下周 有没有机会挑战前波的高点 全国同学 拭目以待 伪创拉回再满 今天再度上工 持续上工 那波段又是四成的涨幅 四成的涨幅 伪创会涨到哪 欢迎有兴趣的跟上脚步 那再来给你报告 那他们现在最缺的AI晶片 那他们现在最缺的AI晶片 当然目前市占率80%以上都是NVIDIA在提供AI晶片 那所以造成缺货 所以这几家四大CSP大厂也开始全力在布建自己的AI晶片 这样才能符合自己真正的需求 那他们要抢建AI晶片 必须要靠什么 跟细致财 IP大厂合作 那四家之一的Meta Meta已经宣布了 未来将加速部署 制研AI晶片 会减少采购NVIDIA晶片 那所以也造成了Meta去年获利 大翻两倍 那Meta要制研AI晶片 跟Meta合作的IP大厂就是它 就是它 信心三号 信心三号 它就是Meta这一次 制研AI晶片的独家IP大厂供应商 那股价从去年300多块 给你报告大抵完成 准备挑战高点 结果11月份 跟你讲突破400 冲上400 再来460 470 510 550 兄弟 涨完了没有 攻到了570多块 一口气颇断 大涨了五成 大涨了五成 创新高之后 进行拉回的走势 拉回整理 那前几天一再叮咛大家 拉回400多块 拉回400多块 你还是要把握拉回逢低的买点 因为AI系制裁 绝对还是2024的主流产业 拉回400多块 把握拉回逢低还是再买 股价还会再度上工 五字头 还会再度上工 前几天 再度再度跟大家叮咛 给压力 导致朋友 自己看一下 果然又冲上了500 又冲上了500 AI系制裁 讯星三号会涨到哪 喜欢高价股的同学 目前像四星4000多块 你买不下手 那错过细制裁IP大厂 狂飙到4000多块了 那当然 讯星三号 是你务必要把握的机会 目前股价还在500多块 还在500多块 随着细制裁IP 甚至Meta 脸书 未来自研AI晶片的商机之下 股价未来会涨到哪 喜欢高价的这场股票 相当值得你把握它未来的一个 波段的行情的启动 那讯星三号也波段 大涨了五成 大涨了五成 会涨到哪 也不要预设立场 不要预设立场 四星都可以冲到4000多 对不对 所以未来 系制裁IP的商机会涨到哪 不要预设任何立场 那再来2007 对不对 当时的贾博斯 iPhone 创造了全世界 改造了全世界的科技 对不对 那这十多年的 这个生态演变之下 2024 全新全新的新科技产品 又出来了 叫做AI PIN 它是未来全球人类 第一个AI的穿戴装置 穿戴装置 未来甚至可以取代手机的功能 那AI PIN呢 跟手机最大的差别 就是手机必须要有什么 要有荧幕 那AI PIN 它不要有荧幕 它完全用投射的 投射的 可以投射到你的手中 甚至用手控 手势来操控 所以未来在新的 全球第一个 穿戴装置 AI的产品之下 在这样的一个 投射影像之下 所以未来会带动什么 影像光感测的需求 影像感测的需求 十分十分十分的重要 所以跟你报告 AI PIN商机 未来会带动 整个影像感测的需求 那这两个股票 六开头 六开头 它就是台湾 最大最大最大 影像感测CS厂 影像感测CS厂 股价过去从300多 跌到100多块 大抵完成 大抵完成 今天仍然持续的 一个逆势上攻 持续的一个逆势上攻 股价再创短线的高点 再创短线的高点 所以未来 AI PIN会涨到哪 AI PIN会涨到哪 来 请问同学 2024 AI PIN的商机 爆发 我们已经帮你锁定了 AI PIN的主流 甚至AI系制裁 IP的商机 要如何锁定 锁定主流 才有资格 享受后面 大波段的获利 买错主流 是满手套牢 手中套牢 也不要浪费 因为套牢 终究是你的资金 套牢持股 务必拨电话进来 跟上锁定 未来不论是AI PIN的商机 甚至系制裁 IP的商机 这都是未来 具有爆发 大波段行情的主流 所以手中套牢的 也不要难过 拨电话进来 面对问题 处理问题 把资金 一起全力锁定 金融年 必买主流 你金融年 才能真正享受 成为后面 主流大波段的 赢家 所以手中目前 有套牢持股 趁周末 拨电话进来 有任何困难 我们会帮 全国投资朋友 一步一脚印 把资金锁定在 2024的AI主流 欢迎 全国同学 跟上脚步 更多的操作 策略的建议 广告回来 继续请张老师 帮大家分析 欢迎回到 大户筹码论 再把时间交给张老师 好 首先主流探索集 错过去年系统讯新 倍数行情的投资朋友 那封关前 送给大家联雅 从90多 100 120 130 140 150 今天还在供160 还在创破断新高 破断又大涨了将近快七成 联雅会上到哪 再来封关前 给你报告 2024 NVIDIA股价 创造奇迹 大涨了快一倍了 那当然 NVIDIA最大最大最大的供应商 伪创伪创伪创 封关前 90多块 随便买 随便买 90多 100 107 110 120 新春开盘 135 一口气大涨四成 当然逢高获利把挡 逢高获利把挡 拉回110多块 拉回110多 逢低可以把握再度买回 有机会再度挑战高点 今天伪创 在攻119.5 在攻119.5 伪创会涨到哪 伪创会涨到哪 欢迎跟上脚步 跟上脚步 再来CSP全面抢攻AI自研晶片 所以跟细制裁IP的整个商机也爆发了 那Meta也宣布了 全力加速部署自研AI晶片 未来将减少采购NVIDIA的晶片 那Meta去年第四季 获利也翻了两倍 所以跟Meta AI晶片的独家IP大厂 就是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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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务必把握从300多 400 460 470 510 550 高点 570多块 一口气颇段大涨了五成 那前一天跟大家报告 拉回四字头 拉回四字头 把握拉回的买点 把握拉回的买点 今天再度上攻 再度上攻 已经看到五字头了 再度上冲五百 AI系制裁会涨到哪 不要预设立场 不要预设立场 再来 2007 iPhone问世以来 那2024 AI全球人类第一个的 AI穿戴装置 正式的问世了 就是所谓的 AI Ping 那未来将投射 影像感测 手势操控 十分的重要 所以未来 AI Ping 会带动整个 影像感测的一个商机 那AI Ping的商机 六开头 六开头 它就是台湾 最大最大最大 影像感测CS厂 股价跌到100多块 大抵完成 大抵完成 今天逆势走高 逆势走高 再创短线的一个高点 所以AI Ping的商机 AI Ping的商机 很简单 2024 不论是AI Ping的商机爆发也好 甚至2024 AI系制裁的IP商机爆发 两大主流产业 该如何锁定主流 务必全国同学 跟上脚步 不要自己乱射飞标 买错主流的下场 是很惨很惨很惨的 所以2024主流 我们都已经帮你准备好了 那绝大部分投资朋友 到现在 满手满手满手套牢的持股 也不要难过 拨电话进来 张老师一步一脚印 会带着你处理手中套牢的持股 跟上脚步 一起把资金锁定到 2024金融年的 必买主流 所以很简单 错过去年系统 大涨两倍 讯心大涨1.6倍的 导致朋友 金融年 必买主流 欢迎穷同学 务必拨电话进来 跟上脚步 尤其手中套牢持股 务必处理 欢迎跟上脚步 感谢两位来宾的分析 提醒观众朋友 本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 个别有加证券 一步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那节目资料 兼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诚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祝您操作顺利 我们再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